看施洗约翰的形式 路加福音第一章17-23节 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 叫为父的心斩向儿女 叫悖逆的人斩从义人的智慧 又为主日备合荣的百姓 撒加利亚对天使说 我凭着什么可以知道这事呢 我已经老了 我的妻子已经年迈 天使回答说 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 奉差而来对你说话 将这好消息报给你 到了时候 这话必然应念 只因你不信 你必哑巴 不能说话 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 百姓等候撒加利亚 差异他使久在殿里 即至他出来 不能和他们说话 他们就知道 他在殿里见了异象 因为他直向他们打手势 竟成了哑巴 他供职的日子一满 就回家去了 《路加福音》第一章 六十七至八十节 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 就预言说 周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因他眷顾他的百姓 为他们施行救赎 在他仆人大卫家中 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 正如周借着从创世以来 圣先知的口所说出的话 拯救我们脱离除敌 和一切恨我们自人的手 向我们列走施行怜民 纪念他的圣约 就是他对我们列走 亚伯拉罕所起的事 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 就可以终身在他的面前 坦然无知地 用圣洁公义侍奉他 孩子啊 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 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 预备他的道路 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 就知道救恩 因我们神怜民的心肠 叫清晨的玉光 从高天领到我们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 死因里的人 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那孩子渐渐长大 心灵强健 住在旷野 直到他显明在 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 施洗约翰做什么工作 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十七节 记载说 施洗约翰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 在主面前从事把百姓引领到神面前的工作 施洗约翰从出生就不同于别人 我们普通人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有意无意的结婚生子 但施洗约翰出生 已经在旧约中预言和准备过 他说施洗约翰将凭以利亚的心智 能力来到我们这里 路加福音第一章 详细地记载了施洗约翰的出生 他写道 他父亲撒加雷亚被圣灵充满 就预言说 轴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因他眷顾他的百姓 为他们施行救赎 在他仆人大卫的家中 为我们兴起拯救的脚 郑柔轴借着从创世以来 圣仙知的口所说的话 拯救我们脱离仇敌 和一切恨我们自人的手 向我们的列祖施联名 纪念他的圣约 就是他对我们走宗亚伯拉罕所起的事 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 就可以终身在他的面前 坦然无知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 路加福音第一章67-75节 这里记载的话 是撒加利亚的预言 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 他预言了这位救世主降临的耶稣 以及在肉体上和耶稣 有亲戚关系的施洗约翰 作为人类的代表诞生 这意味着施洗约翰降临于世 借他行事的见证帮助耶稣把我们拯救出我们的敌人之手 魔鬼之手 使我们永远坦然无畏 圣洁公义的生活 主借洗礼把我们所有的纪念 斩架到他自己身上 使我们真正成圣 叫我们侍奉神 主任神的意义披带我们 使我们无罪 永远侍奉神 耶稣降临于世 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在十字架上死亡 并从死亡中复活 赐给我们得救的恩典 使任何真正信仰这真理的人都无罪 路加福音第一章 讲述施洗约翰的工作 他在主的恩典与拯救中起重要作用 我们必须理解 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76至79节中 所记载自道的意思 他说 孩子啊 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 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 预备他的道路 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 就知道救恩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 叫清晨的日光 从高天领到我们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因里的人 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谁做这些工作 是施洗约翰 他说 施洗约翰将在神的面前 被称为至高者的先居 要行在主的面前 叫百姓因罪得赦 知道所领受的拯救 他告诉我们 施洗约翰将引领得救的道路 使神的百姓领受罪孽得赦 因此他说 叫清晨的日光 从高天领到我们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因里的人 使我们能够侍奉神的真理之光 将通过耶稣接受那位 把世人所有罪孽 斩驾到他身上的施洗约翰之洗礼 降落到我们的心里 他让神的拯救之光 照耀所有生活在这黑暗世界上的人 把他们引向那光 百姓通过什么 依靠谁被引领到生命之光 百姓靠施洗约翰的形式和见证 那么施洗约翰见证谁呢 他见证耶稣基督的工作 其实六节说 孩子啊 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居 这意味着施洗约翰将被全体百姓 是则真正的大先居 圣经特别预言了耶稣和施洗约翰的诞生 我们能看出这个预言实际上已经实现 耶稣自己是神 但他是救世主 充满爱心 尽管他是神 却披戴了他手造之物的肉身 来把我们拯救出世人的罪孽 施洗约翰承担了在旧约马拉基书中 所记载以利亚的形式 他们是在神面前被预备的仆人 他们是在圣经里被预言的父神的义仆 我说仆人并没有使用施定的态度 我是说耶稣在神的眼里 作为父神的儿子做了义工 其他先知还有使多 柔 摩西和以赛亚 但他们都在圣经里被预言要来 就像施洗约翰被预言要来的那样吗 不 他们没有 这些人像普通的百姓那样 从他们父母的肉体来生 但神向他们写明 把持他们 根治轴在当时的施药使用他们 而施洗约翰出现在新约里 为耶稣施洗 是在旧约中被预言的神的先驱 我们通过在圣经中所记载的神的道 可能明白施洗约翰 就像旧约中的以利亚一样 让我们阅读旧约马拉基书中的道 他说 那欲临近 是如烧着的火罗 凡狂傲的行恶的必如碎结 在那欲必被烧尽 根本枝条无一存留 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 必有公义的芋头出现 其光线有医治之能 你们必出来跳跃柔圈里的肥毒 你们必践踏恶人 在我锁定的玉子 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的脚掌之下 这是万君子耶和华说的 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母习的律法 就是我在和列山为以色列众人首封赴他的律律典章 看啊 耶和华大可谓自日未到以前 我必拆前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 他必使父亲的心长向儿女 儿女的心长向父亲 免得我来走咒遍地 玛拉基书第四章一子六节 神说 他要在神可谓自审判的墨狱 来到全世界之前 为人力拆来先知以利亚 实习约翰就是神应时拆来的以利亚 圣经说 看啊 我必拆前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 玛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 这里所说的以利亚是见证耶稣的施洗约翰 让我们阅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四节中所说的话 他说 你们若肯领树 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 我们从本节经文中 明白耶稣亲自见证施洗约翰 耶稣亲自见证神在旧约马拉基书中 所应时拆来的以利亚 实际上就是在新约时代降临于世的施洗约翰 换句话说 耿治道告诉我们 他要来使父亲的心展向儿女 儿女的心展向父亲的道 施洗约翰是应时当来的以利亚 使我们大家都重新回到新约里的神那里 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四节说 你们若肯领树 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 谁是这位以利亚 耶和华神在马拉基书中说 他将在世界沐浴降临之前 拆来先知以利亚 凡听他说话的人都能领树得救 而致不听他话的人都将被毁灭 圣经说他将为全体罪人 拆来施洗约翰 即先知以利亚 因为在世界沐浴 极其可谓的日子里有审判 但十多人不知道 旧约的先知以利亚 已经在这里 就是施洗约翰这个人 所以以色列的文士 法利塞人以及百姓都问耶稣 圣经说的以利亚 要在耶稣之前来到 那么谁是以利亚 以色列的百姓确实在等待主 审应时为他们拆来以利亚 因此主说 你们若肯领树 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 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四节 那么谁是这位以利亚呢 就是为耶稣施洗的施洗约翰 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十节说 镜上记者说 我要拆遣我的使者 在你前面预备道路 所说的就是这个人 这道引自旧约中的 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 这是已经在旧约中 提到过的预言 耶稣引用 已经在旧约中预言过的话 并说这是关于施洗约翰的话 施洗约翰是人类的代表 走见证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妇人所生的 没有一个兴起来 大过施洗约翰的 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 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一节 同样圣经说 我们称施洗约翰的那人 是全人类的代表 施洗约翰是旧约中 所说的以利亚 这位施洗约翰是全人类的代表 有些人问我 圣经在哪里说过 施洗约翰是人类的代表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妇人所生的 没有一个兴起来 大过施洗约翰的 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 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一节 所以我们说 施洗约翰是人类的代表 人类的代表 为耶稣基督施洗 把全人类的罪孽 斩驾给耶稣基督 成就了周班的义 圣经记事说 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 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柔经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 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 到约翰为子 你们若肯领树 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 道说 义人在天上享受的权柄非常之大 即使人类的代表在天上 也算不得什么 施洗约翰是早就预言过的 让我们重生这一点 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中预言说 看哪 我要拆遣我的使者 这位使者指以后要来的施洗约翰 这点我们可以在神的道理看出来 他说 我要拆遣我的使者 在我前面预备道路 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 神已经应识 他将拆遣以利亚神的仆人 在耶稣基督降临之前 照亮他的道路 他在谈论为耶稣施洗 把世人一切罪孽 涨嫁到他身上的施洗约翰 所担当的任务 神已经在马拉基书中 通过先驱预言过 他将拆遣耶稣救世主 由施洗约翰把人类所有罪孽 涨嫁到耶稣身上 谁是神说要拆遣的人呢 是属灵的以利亚 由以利亚之心智的施洗约翰 所以路加福音第一章 76-77节写道 孩子啊 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 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 预备他的道路 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 就知道救恩 他说要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 就知道救恩 全播施洗约翰的形式和见证 这里所说的孩子 旨在整个宇宙 自为全人类代表的施洗约翰 他说施洗约翰是守灵的大祭司 代表全人类 这意味着这个孩子 要叫我们主的百姓因信得赦 知道得救 当耶稣基督降临于世 施洗约翰为他施洗 把罪孽斩驾到耶稣基督身上时 不但以色列名所有的罪孽 而且全世界所有人的罪孽 都被驮抹了 他见证这个事实 他说 看哪 这是神的羔羊 约翰福音第一章36节 施洗约翰是那些渴望信仰神的义的人 懂得耶稣借他施洗的洗礼 已经一次性斩驾了人类所有的罪孽 信神 这告诉我们 主如何使我们领受一切罪孽得救 阐明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和信仰耶稣 因为我们希望信仰耶稣为救世主 我们信仰耶稣为救世主 因信耶稣的洗礼和流血 已经领受罪的赦免 因为施洗约翰在耶稣头上施洗 把我们所有罪孽 斩驾到耶稣身上了 这种信仰就是相信圣经所说的 洗和圣灵的福音 圣经说 施洗约翰将来 叫他的百姓知道救恩 我们人类通过施洗约翰的见证 通过约翰把人类所有的纪念 斩驾到耶稣身上 通过大祭司在这个世上 所成就的任务 能够认识到拯救的正确道路 我们因他的行事 而信仰耶稣为我们的救世主 我们能够相信耶稣是神的羔羊 他把世人所有罪孽 斩驾到耶稣身上 施洗约翰见证 耶稣结束他的洗礼 把全人类的罪孽 斩驾到自己身上 所有这一切都恰恰根据 神在旧约中的应时发生了 神应时差遣施洗约翰到世上 玛拉基书第四章写道 他必叫为父的心展向儿女 儿女的心展向他们的父 任何人只要懂得和相信 施洗约翰担当的任务 都能把他的罪孽 斩驾到耶稣基督身上 人们只是理解和相信耶稣基督 通过随和圣灵的福音 写明出来的奇妙牺牲 和实现的拯救 那时他才能预见 赐给一切罪孽得赦的真理 神应时差遣施洗约翰 守灵的以利亚实现所有的拯救 施洗约翰出生在撒加利亚的家族里 是大祭司亚伦的后代 比耶稣早六个月来到世上 撒加利亚的妻子以利沙伯 年事已高 已经到了不可能生子的年龄 所以你们想他的丈夫 撒加利亚的感受吗 他只是发愣无言 他不相信主的话 在神的眼里 他不够信实 他说所以撒加利亚 变成了哑巴的原因就在这里 他只有在神的预言 完全被实现时 才能开口说话 神告诉他 在这项工作被成就之前 他成为哑巴 所以他暂时失声 六个月后 神差遣加百利到童女玛利亚的身边 把全人力希望之所在的话告诉他 使道怀上了耶稣基督 施洗约翰出生在亚伦的家族里 耶稣的肉身出生在大卫的家族里 神要成就在旧月中说过的一切应试 因此天使来到亚伦的后代 撒加利亚的身边 撒加利亚照着赤灯负责祭司职 经上说 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 天使加百利来到大卫皇家的童女 玛利亚的身边 说你要怀孕生子 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 他要伟大 成为至高者的儿子 周深要把他走大卫的位给他 他要做雅各家的王 直到荣远 他的国也没有崇敬 路加福音第一章31-33节 玛利亚的天使说 我们有出嫁 怎么有这事呢 天使回答他说 圣灵要领到你的身上 至高者的能力要应毙你 因此所要生的圣者 必称为神的儿子 路加福音第一章34-35节 天使记使说 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 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 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 现在有孕六个月了 因为出于神的话 没有一致不带能力的 玛利亚说 我是主的石女 请让照你的话 成就在我身上 天使就离开他去了 路加福音第一章36-38节 这时玛利亚承认说 我是主的石女 请让照你的话 成就在我的身上 这就是说 当玛利亚接受神的道 神的道便真正实现了 正因为信仰天使加百利说的话 以及旧约中预言的道 耶稣基督被怀孕 因此我们必须知道 耶稣和施洗约翰 即使在他们出生之前 就已经根治神的旨意预备了的 为把全人类拯救出罪孽 施洗约翰说 为了我们所有这些信仰 耶稣为救世主的人 他在未来会亲自把世人的罪孽 斩驾到耶稣身上 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五节说 耶稣回答说 你暂且使我 因为我们礼当这样尽诸般的义 于是约翰使了他 这意味着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是为了实现神 托抹我们一切罪孽的义功 我们已经从神那里领受罪孽得赦 使施洗约翰完成了 把世人的罪孽 斩驾到耶稣基督身上的工作 谁把罪人的罪孽 斩驾给耶稣 使施洗约翰把罪孽 斩驾给耶稣 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成就了诸般的义 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 也刺性斩驾了全人类的罪孽 施洗约翰借着洗礼 把我们所有的罪孽都斩驾给耶稣 耶稣借他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也刺性担当人类的罪孽 这是赐给我们罪孽得赦的 洗和圣灵福音的真理 耶稣已经涂抹了人类所有的罪孽 那么他如何实现这项工作的呢 耶稣是神的羔羊 他作为神的小羔羊 借着施洗约翰的洗礼 把人类所有的罪孽 斩驾到他自己身上 走向十字架 并从死亡中复活 因此那些信仰耶稣的义的人 现在承认对神的信仰 这些人说 他们心里信仰施洗约翰和耶稣 所成就的罪孽得赦之真理 已经从世人所有的罪孽中得救 因为这项工作 升起的太阳从上面照耀我们 我们得以支柱在光里 记在神的义里 我们因为信仰和理解 神借着施洗约翰 施给耶稣洗礼 赦免世人罪孽的爱心 已经从罪孽中得救 因此你信仰这个事实 已经成了无罪的人 无赖怎样的罪 不可轻视施洗约翰及其形式 即使在那些自称信仰耶稣 为救世主的人当中 也有使多人没有正确理解 施洗约翰及其形式 人们只知道 施洗约翰并不是很重要 但路加福音说 施洗约翰应被称作大先驱 施洗约翰要比摩西或亚伯拉罕 大得多 周亲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 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 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一节 他还说 你们若肯领树 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 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四节 施洗约翰在神面前的行事之一 就是使以色列民不再侍奉外邦人偶像 重新回到神那里 为此 他为百姓做悔改的洗礼 他亲自行洗礼 把世人的罪孽斩架到耶稣身上 因此 我们必须理解这个事实 施洗约翰在约旦河为百姓施洗 实现神周八的义 让我们阅读马太福音第三章 他说 当下 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 见了约翰 要受他的洗 约翰想要拦住他 说 我当受你的洗 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 耶稣回答说 你暂且使我 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周般的义 于是约翰使了他 耶稣受了洗 谁急从谁里上来 天忽然为他开了 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 落在他的身上 从天上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马太福音第三章13-17节 这是施洗约翰为耶稣基督施洗的情景 但在这之前 施洗约翰在旷野里走至百姓悔改 他对所有人呼喊 悔改吧 你们学的儿女 他们在世上的社会地位 对他来说无关紧要 无论人们在世上的社会地位柔和 他都呼喊悔改 因为他是神的百姓 所以他能够大声叫喊 悔改吧 你们 独学的儿女 你们除非回心展意和悔改 否则必将下到地狱之火 我们听到施洗约翰的呼喊 以及对他们罪恶的责备 认识到了他们心中的罪孽 开始回心展意 重新回到神那里 他们回到神的身边 悔改 说 神啊 我犯了这样那样的罪 他们遗憾侍奉外邦人的一生 请求神的饶恕 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施洗约翰呼喊 你们必须领受罪孽得赦 回到神那里去 并为他们做悔改的洗礼 他做悔改的洗礼 使百姓回到神那里去 那时 谁在约旦河来到他的身边 耶稣 神的小羊羔来到他那里 耶稣基督真神 亲自作为神的羔羊 来到了施洗约翰那里 他要把世人所有的罪孽 当在自己的身上 耶稣希望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圣经说 当下 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 见了约翰 要受他的洗 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三节 但约翰想要拦住他 还说 我当受你的洗 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 马太福音第三章十四节 这时 耶稣吩咐他说 你暂且使我 因为我们礼当这样 尽诸般的义 然后他为耶稣施洗 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五节 耶稣最终接受了 施洗约翰的洗礼 耶稣告诉施洗约翰 为他施洗 然后他接受了洗礼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斩驾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约翰斩驾人类的罪孽 耶稣担当罪孽 这是实现神的义的工作 现在 耶稣如何执行一次性 驮膜我们所有罪孽的工作 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 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一次性斩驾世人所有的罪孽 施洗约翰和耶稣希望把世人的罪孽 斩驾到耶稣身上 从而驮膜这些罪孽 这次斩驾 残忍力罪孽的工作 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 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主吩咐约翰暂且使他 以实现这项工作 耶稣说 你暂且使我 因为我们礼当这样敬诸般的义 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五节 他说 耶稣来到施洗约翰那里 希望受洗 因为我们礼当 这意思是说 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 实现神诸般的义是正确的 耶稣说 他作为献祭的羔羊而来 接受全人类代表施洗约翰的洗礼 一次性斩驾传人类的罪孽 能够完美地实现神诸般的义 因此 我们大家都必识知道这个事实 如果我们想通过信仰耶稣为救世主 领受罪孽得赦 我们必识首先懂得和相信 施洗约翰一次性把罪孽 斩驾到耶稣身上 耶稣用他的身体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经上写道 因为我们礼当这样敬诸般的义 耶稣已经借着施洗约翰 斩驾了人类所有的罪孽 耶稣说 通过这项工作 一次性斩驾我们所有的罪孽 是正确的 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 把世人的罪孽 斩驾到他的身上 耶稣担当我们所有的罪孽 因此 我们这些信仰真理的人 因信领受罪孽得赦 因为我们礼当这样敬诸般的义 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五节 这里所说 神对人类周般的义 就是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和流血 以次性图抹我们所有的罪孽的工作 耶稣接受洗礼 是成就神的义的工作 你我本来只能因为罪孽的公家下地狱 我们本来只能因为罪孽被毁灭 但耶稣和施洗约翰共同工作 施洗和受洗 执行成就神的义的工作 耶稣通过洗礼 把我们所有的罪孽 斩驾到他自己身上 他说 因为我们礼当这样敬诸般的义 因为我们礼当这样敬诸般的义 意味着所有罪人 都能通过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 耶稣接受洗礼的方式 因信从罪孽中得救 因为我们礼当这样敬诸般的义 这纸经文意味着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对我们的得救是必须的 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告诉我们没有这种方式是行不通的 耶稣说 他和施洗约翰将从事 折磨长体百姓罪孽的工作 耶稣受洗担当罪孽 施洗约翰施洗 把世人的罪孽 斩驾到他身上 主说 他将通过施洗约翰 斩驾人类所有的罪孽 成为罪孽的首最深 施洗约翰和神的高扬 执行斩驾和担当我们的罪孽 成就神的义的工作 这便是 因为我们礼当这样 敬诸般的义这句话的意思 耶稣来到世上 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成为神的高扬 斩驾我们的罪孽 耶稣这位荣远的守罪祭生 来到世上 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以施洗约翰的洗礼 以施洗约翰抹了人类所有的罪孽 成就了神周般的义 大祭司以按手的方法 把以色列百姓一年来守犯的罪孽 斩驾到献祭高扬的身上 就像旧约中通过按手 罪孽被斩驾到献祭生身上一样 主通过33年的人生 以刺信陀摩我们所有的罪孽 祂陀摩了世上 信仰神的义的所有人的罪孽 你们相信吗 圣经说 耶稣回答说 你暂且使我 因为我们礼当这样敬周般的义 于是约翰使了他 耶稣受了洗 随即从谁里上来 天忽然为他开了 他就看见神的灵 仿佛鸽子降下 落在他的身上 从天上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马太福音第三章15-17节 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这只是为了清洗我们的罪孽 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 就是清洗人类的罪孽 圣经说 施洗约翰应该被称作 至高者的先知 今天的经文说 孩子啊 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 路加福音第一章76节 施洗约翰借洗礼 把人类的罪孽 斩驾给耶稣 然后说 看哪 神的羔羊 除此世人罪孽的 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 施洗约翰是世上最伟大的先知 他是人类的代表 他是妇人所生最伟大的 他履行了大祭司的职责 把全体以色列民的罪孽 斩驾给耶稣 施洗约翰做这项工作 为了我们 为了神的义 耶稣承担了接受约翰洗礼 和担当世人罪孽 把你我拯救出世人罪孽的工作 经上说 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 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 意味着他一次性担当了 我们所有的罪孽 他说 主已经图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道说 主清洗了我们的罪孽 他以那种方法 抹磨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如果我们信仰这个事实 你我还有罪吗 没有 我们没有罪 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 意味着他一次性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耶稣带着世人罪孽 在十字架上死亡 告诉我们 耶稣作为全人类的献祭生 接受约翰的洗礼 担当罪孽 担当罪孽 为的是把你我拯救出世人的罪孽 主受洗意 从死亡中复活 又回到我们的身边 耶稣的复活 意味着他已经完美的把你我拯救出了罪孽 他已经使那些曾经死亡的人复活 耶稣受洗 象征耶稣把我们的罪孽 斩驾到他自己身上 他意味着 我们所有的罪孽 都已经借着施洗约翰的洗礼 被斩驾到耶稣身上了 耶稣在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从洗礼出来时 忽然天上有个声音下来 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父神亲自见证 接受约翰洗礼的耶稣 就是他的儿子 所以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你们现在理解 耶稣为何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不是吗 为了抖磨我们所有的罪孽 施洗约翰在耶稣的身上施洗 把世人的罪孽 斩驾给耶稣 耶稣受洗 担当人类所有的罪孽 为什么施洗约翰要施洗耶稣呢 当我们因为自己的罪孽 只能死亡和下地狱时 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使我们无罪 耶稣神的高阳 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父神见证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神说 耶稣受洗当当人类所有的罪孽 现在是他的儿子 父神的儿子了 神是神圣的父神 耶稣父的儿子和圣灵 对我们来说 这三折都是同一位神 这三折当中 每个都有不同的责任 但他们都是同一位 都是同一位神 耶稣通过圣灵 在玛利亚的身体里怀孕 因此耶稣是神的儿子 差遣儿子的是父神 父、子和圣灵 对于我们来说 都是同一位神圣的神 三位一体的神 每个都有不同的责任 但他们对于我们 都是同一位神 就像人生下来的儿子 仍然是人一样 父神的儿子 实质上也是神 神是圣灵 我们不应从肉体上看待神 因为祂是圣灵 祂通过道生下了耶稣 就像祂用道创造整个宇宙一样 实习约翰洗礼的耶稣 是父神的儿子 耶稣是我们的神 这意味着祂是我们的救世主 耶稣用这种方式 成了我们的救世主 路将福音第一章78-79节说 因我们神怜民的心肠 叫清晨的玉光 从高天领到我们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因里的人 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施洗约翰来到我们这里 见证周八亿 独死通过耶稣施洗而成就了 施洗约翰见证耶稣 以按手的行事受洗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29节说 看哪神的高阳除吃世人罪孽的 祂是说耶稣是我们的救世主 祂成就了预言 叫清晨的玉光从高天领到我们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因里的人 见证耶稣斩驾我们所有的罪孽 祂是替我们担当所有罪孽 留学牺牲的救世主 因此人们因为约翰的见证 因信成为神的儿女 这位亚当的后代 我们实际上应该被毁灭 我们是可怜虫 只能坐在死因里死亡 你我及其全人类 因为心里的罪孽 常常羞耻地生活在黑暗里凋零 大神怜悯这些罪人 把施洗约翰拆遣到世上 为耶稣施洗 把人类所有的罪孽 斩驾到耶稣身上 从而把他们引向真理之光 耶稣用那种方法 把全人类所有的罪孽 斩驾到他自己身上 使我们信徒支柱在光里 从一切罪孽中得救 耶稣借着洗礼 担当全人类所有的罪孽 因为施洗约翰的工作 成了我们的救世主 清晨的日光 从高天领到我们 因为施洗约翰 做了赦免罪孽的工作 把我们所有的罪孽 斩驾给耶稣 这意味着我们因信神的义 已经开始支柱在神的义里 我们因信神的义 从罪孽中得救 不了解施洗约翰的任务 及其为耶稣做的洗礼 我们不可能知道耶稣一次性 把我们所有的纪念 斩驾到了他自己身上 如果我们不知道 施洗约翰的任务 即使我们说 信仰圣经66本书中 所有的道 我们就不能谈论任何关于 借着洗和圣灵而来的耶稣的任何事情 我们必时知道和相信这个事实 神差遣这两位义人到世上 我们已经领受罪孽得赦 因为这两个人完全 抵抹我们一切的罪孽 我们必时明确的理解和信仰这个事实 因为施洗约翰把我们所有的罪孽 斩驾到了耶稣身上 耶稣受洗完成了清洗我们罪孽的工作 我们必时真正拥有一颗欢乐的心 就像我们基督徒走到一起时 唱的那首赞美词一样 普世欢腾 旧主要降临 大地接待他的君王 周日被施洗约翰 最终结束施洗约翰的洗礼 使你我无罪 他以那种方式 斩驾人类所有的罪孽 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替我们接受罪孽的惩罚 死后第三天从死亡中复活 即使现在也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所以我们衷心感谢这位 在两千年前降临于世 把我们这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 拯救出天下罪孽的主 我真正希望你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 领受罪孽得赦 我们罪孽得赦 在神的道理 而不在我们的感情上 你们心里感觉悦呼 绝不是你们得救的证据 圣经写道 起初神创造了天和地 地死空虚混沌 月面黑暗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神的灵如何工作 在哪里工作 他在水面上工作 他在我们信道时工作 神绝不在那些不传神的道 不信神的道的人身上工作 这种人里面没有圣灵 无论他如何从逻辑上称自己已经得救 在世上的基督徒当中 发现十多人没有圣灵 尽管他们说已经用自己的方式领受罪孽得赦 我看人时 我能分辨出谁有圣灵 谁没有圣灵 无论人们如何在逻辑上团量自己的信仰 如果我和他们交谈一次 听他们说话 我就能明白一切 心里有圣灵的人 能让圣经说明一切 而没有圣灵的人 离开笔记本 就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心里没有圣灵 我们说 只有当我们里面有神史 我们才能说出真理 如果你们心里只信神的道 你们就能得救 那时 圣灵把印记放在你们心上 正确 你的信仰是正确的 你是对的 你是义人 他那样工作 敬爱的圣徒们 你们必须明确地理解施洗约翰的任务 你们必须懂得 施洗约翰为何比耶稣早六个月出世 施洗约翰为什么施洗耶稣 施洗约翰说耶稣是神的羔羊 但负世人的罪孽 所以耶稣说 你暂且使我 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巴的义 所以耶稣恕洗 你们必是真诚的信仰所有这些原因 当你们根治神的道信仰 无视自己的情感时 圣灵便认同你们的心 说正确 你们的信仰是正确的 任何人只有完全信仰真理的福音之道 才能领受罪孽得赦 无论他是韩国人还是外国人 无论他是否制备大量的有关神的知识 如果他只精确的全波神的道 信仰神的道 圣灵便支咒在他的心里 我多次看到这种情况 经上说 当彼得全波神的道时 圣灵从天上降落 这实际上是正确的 因为这道就是真理的道 你们怎么信极其重要 你们相信施洗约翰承担的任务吗 你们信仰耶稣吗 你们相信耶稣述洗 担当我们的罪孽 已经解决了罪孽的问题吗 你们相信施洗约翰 把我们所有罪孽 斩驾给耶稣 神已经使我们无罪了吗 我们罪孽得赦的实现 依靠施洗约翰和耶稣承担的任务 我们只是知道和信仰 想通过信仰 把我们拯救出罪孽的耶稣 领受罪孽得赦 却遗漏施洗约翰的任务 等于只信了一半的 死和圣灵的福音 我们的信仰绝不能那样 我们必是持有相信 完整的死和圣灵福音的信仰 既然你们信仰死和圣灵的福音 你们有罪吗 你们无罪 你们因为做过母先上事才无罪吗 你们无罪是因为施洗约翰和耶稣所做的工作 因为你们这么信 我们不是每天犯罪吗 我们多么不足啊 你们知道自己多么不足吗 我们只能犯罪 我们只能因为罪孽下地狱 但主拯救了我们 我们多么感激啊 这就是得救 我再次真心感谢神 我们可以至极到这里 在主面前拜神 听神的道 事奉福音 事奉主和圣从主 都是因为主拯救了我们 因为他借施洗约翰担当我们的罪孽 已经赐给我们一切罪孽得赦 如果不是为了得救 我们没有理由跟随和信仰主 我们信仰和跟随主 如果不信他的洗礼 我们在这个世上便没有大能 如果我们心里仍然有罪 我们的信仰便一钱不止 这个世界的经济和自然环境 将毁灭性的衰退 但神的教义会坚定地 全播洗和圣灵的福音 但神的教会将坚定地 全播洗和圣灵的福音 即使这个世界土崩瓦解 我相信更多的人 会依靠信仰洗和圣灵的福音 从罪孽中得救 我感谢神 今天的经文说 孩子啊 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居 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 预备他的道路 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 就知道救恩 神出于他的怜民 拆遣他的仆人 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 教导我们得救的真理 主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被钉在十字架上 用他的宝血赐给我们罪孽得赦 我们感谢神 信仰神 因为我们相信这个事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